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2016年木蘭足球聯賽的比賽精華 我是李鴻斌 這場比賽是由地主花蓮抬開 在花蓮德新體育場要來迎戰 新竹FC也是龍頭之爭兩隊賽前只有2分的差距 新竹FC如果贏球可以左回 連在龍頭的寶座花蓮抬開則有機會 將雙方的差距擴大到5分的領先 這場比賽雙方的先發陣容 看到新竹FC也排出來了老將廖英彎擔任先發的工作 花蓮抬開也是獨立陣容精銳進出 雙方球員今天花蓮抬開賺的是黃色的球衣 來迎戰新竹FC 這場比賽執法裁判是郭家豪擔任職法的工作 新竹FC則是穿上了藍色的球衣 在上半場比賽是由地主隊花蓮抬開 來率先開球進攻畫面右側的大門 這場比賽也是在下雨的情況之下來進行 所以雙方的控球都是一個考驗 好 開賽第6分鐘新竹FC 過頂的傳球射門的是5號的陳彥平 被門將潘婷裡 即時地把球給拍掉拿了下來 天啊韓的直線傳球交給陳彥平 想要看門將的位置離門比較遠來做一個挑門的動作 不過沒有過小潘這一關 接下來開賽第8分鐘 花蓮抬開進去完 順便打到門沒彈回來 結果余秀晶上來不會交就進了 GO! 開賽第8分鐘 花蓮抬開先遲得點了 或者是隊長余秀晶的第二波攻門 首先是13號的陳彥平 目前吳思平在進去外面的遠射 結果打到了門沒彈回來之後 余秀晶跟進的意識相當的積極 在其他新竹FC的後衛球員 沒有及時反應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只在那邊看著隊友的射門 而是繼續地往門前跟進了 最後是掌握到先機補門成功 這時候第28分鐘 換成是花蓮抬開的 他的球員 許承珍在這邊犯規 是撞倒了 5號的陳彥平 扮倒了陳彥平 第29分鐘 換成是新竹FC的老將廖英彎 在中場拉倒了林曉雲 這時候裁判郭家豪也給 英彎彎解一張王牌警告 廖英彎也是中華女圖 在1990年代 就已經是入選到木蘭隊的陣容當中 好 左側的角球 第32分鐘 門將拍出來之後 蔡新雲上來要補 結果撞倒了防守球員 裁判垂盤是進攻方的犯規 之後清出來之後門將倒地 蔡新雲奮不顧身 用頭去頂 結果撞倒了卓立山 這時候自由球 換成是花蓮抬開的進攻頭槌 門將拍到 結果打到門沒彈回來 這邊怎麼可以停球 這時候蔡新雲沒有第一時間 把球掃掉而是停了下來 結果立刻是讓 第二波補門非常積極的余秀金 上來一腳把球掃進門內 門將懸停 沒有辦法把球拍了出來 結果打到門沒彈下來之後 蔡新雲應該要在第一時間 把球掃掉 結果一個猶豫 在這個地方停球 馬上是付出了代價第44分鐘 余秀金在這場比賽 每一開二度 也讓花蓮抬開 取得了2比0的領先 在這場的龍頭保衛戰 是取得了相當好的優勢 這時候裁判國家豪 也吹響了上半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花蓮抬開2比0領先 下半場比賽 換成是穿著藍色球衣的西竹FC 來開球進攻畫面 右側的大門 可以看到在現場的大雨 已經開始場地有一些 積水的現象 來到第53分鐘 換你抬開右路進攻 球員被撂倒 裁判犯規 同時也掏出了黃台 犯規的是推人的迪亞如 找到黃台警告推倒了左立平 左側的角球第57分鐘開出來 在進區內亂軍當中 球進了 GO 這個進球最後是記在14號的 林曉筠的身上 助攻的則是 抖鉤譚問林 在進區內亂軍當中 將比分改寫為3比0 林曉筠 在下半場也替花蓮抬開 貢獻了一個進球 接下來第64分鐘 滑球突然在水塘當中停了下來 結果楊雅傑過了守門員 空門啦 右腳推射能不能進 哎呦 門前的積水還讓球數 速度慢得下來 不過最後還是順利的滾進網 不過這一個進球 我們看到傳過來 原本呢 新竹FC的後衛 應該是可以解圍擊球球 突然間停了下來 那麼楊雅傑也是非常冷靜 把球撥開來之後再過守門員 門將許元廷這球 其實沒有把握 應該不要出來 否則的話就像這樣子 空門的情況 讓對方直接給打了進去 比分改寫為4比0 第64分鐘 花蓮抬開 現在是四球裡先 余秀金進兩球 接下來是李曉雲跟楊雅傑 現場的積水相當嚴重 又是有一點點意外的狀況 繼續外面 楊雅傑 在一潭水智當中 直接騎腳 不過這一個射門 被門將許元廷給沒收 雙方球員在這種情況之下 都沒有辦法呢 有效的把球踢開這個位置 現場的收音麥克風 大家也可以聽到 這門將來的下來 聽到現場的下雨的聲音 在進區的右側 是花蓮抬開的這一角射門 被許元廷給沒收 接下來第90分鐘 好 楊雅傑 右腳的射門 哎呀 是偏了一些些 最後球遇到積水 也是有減速的現象 今天這個雨勢瞬間是來得相當的大 全長的補石 來到了第三分鐘 花蓮抬開 赤禮禮先 這球 衝到進區內 沒有人接應 台版國家豪也吹響了全長比賽 結束的哨音 最後花蓮抬開 就是在潭濤大雨當中 以4比0 在本次的首次對決 打敗了新竹FC 也讓他們鞏固了 目前的木蘭聯賽龍頭的地位 在積分榜上 花蓮抬開 拿到了本季第六勝 18分的積分 跟新竹FC 是拉開了5分的距離